为什么邻国之间竟会拔刀相向? 两国之间的友谊为何会来得也快,去得也快? 从互帮互助的友好邻国到转头打击变为敌人? 国家与国家之间难道真的只有利益没有真情吗? 而在这其中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眼睛呢? 这就是澳大利亚与印尼之间70年来的恩怨情仇史。 用讲故事的方式说历史,关注本账号, 今儿个咱就来聊聊澳大利亚与印尼之间的关系。 1945年,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美国 大肆在世界各地扶持政权扩展自身殖民地。 许多国家纷纷紧随其后, 如果一个国家拥有着一块殖民地, 那意味着就拥有大量的资源和物理来支撑本国开销, 甚至还可以开疆掠土。 而与澳大利亚隔海相望的邻国印尼原本就是荷兰的殖民地。 作为荷兰的附属国家东印度, 1945年8月17日, 二战结束两天后, 在印尼青年革命组织的策划下, 印尼的最高领导苏加诺宣布印尼独立, 但遭到了荷兰人的强烈不满。 随即荷兰派出军队进行镇压, 俘获了苏加诺, 印尼人民由此展开了长达五年的独立解放战争。 在澳大利亚宣布援助印尼后, 荷兰面对有着强大援助的印尼, 不得不放弃了他们在印尼的殖民地。 至此, 印尼人民推翻了殖民统治, 正式成立了独立共和国。 虽然印尼一直因为澳大利亚帮助独立的事情心怀感恩, 但两者之间友好的关系却并没有维持多久。 在澳大利亚对于未来的考量上, 印尼一直都是作为一个战略重点。 对于全球来说, 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太过于偏僻, 四周环海, 距离各地的世界中心都较为遥远, 对全球的影响较小。 澳大利亚急需改变这样的现状, 而印尼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 是澳大利亚通往北方的一扇大门。 印尼不仅在人口方面是澳大利亚的11倍, 经济发展也颇具潜力。 这个极具潜力和优势国家, 无疑是在澳大利亚周边最重要的一个邻国。 在战争来临时, 印尼群岛就像是澳大利亚的天然屏障一样守在前面, 和澳大利亚牢牢绑在一起作为防守共同体。 但澳大利亚认为还要防备印尼对自身的影响, 所以既要把印尼看作盟友又要看作敌人。 1961年, 原属荷兰的新几内亚岛西部宣布独立, 但这遭到了多个大国的反对。 在新几内亚岛的归属问题上, 澳大利亚不再像往常一样支持印尼, 而是选择了支持几内亚岛原来的宗主国荷兰, 但此时正遇上了古巴导弹危机, 处在大国冷战中的美国自然支持印尼武装入侵新几内亚岛的西部。 仅仅过了几个月之后, 新几内亚岛的西部就被印尼占领兼并, 印尼在此地设立伊里安查亚省, 而新几内亚岛的东部则被澳大利亚划分。 到了1974年, 葡萄牙政府内部发生了动乱。 政变后的新党派决定放弃之前所拥有的殖民地, 给予殖民地区的人民一个民主的机会, 让他们进行全民共同, 实现民族自决。 东帝文人民得此消息之后, 有势力的一些民众开始筹组政党, 希望能夺到政权, 但他们并不都是希望东帝文自身独立, 甚至有想继续跟着葡萄牙的民众。 在极大党派争论不休后, 为了成功夺权, 在国内爆发了内战。 而本就发生内乱的葡萄牙政府, 更是无力平息这种情况, 直接退出了东帝文, 在民主联盟党派和独立革命党派, 经过武装斗争后, 独立革命党将要兴胜出, 并于1975年11月28日宣布东帝文独立, 并成立民主共和国。 东帝文在成立当天, 就得到了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公开支持, 但包围在东帝文身边的印尼, 自然不会做官东帝文的独立成功, 派出部队后, 不费吹灰之力, 在短短几天就攻占了东帝文, 并对东帝文实行了军事化管理。 于1976年, 将东帝文正式纳入印尼版图, 但东帝文人民的持续反抗, 成了让印尼政府头疼不已的事情。 在印尼控制的几十年内, 东帝文频频爆发人民独立运动, 印尼通过各种血腥手段, 对东帝文人民进行镇压运动。 在1991年, 东帝文的示威群众, 与印尼政府爆发了一次大规模冲突。 印尼的武装部队开枪射杀东帝文的示威群众数百人, 震惊了世界各国。 直至1997年,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政局动荡, 使得印尼政府一下衰弱很多。 澳大利亚见此便支持东帝文争取独立。 同时, 以维护秩序的理由, 劝说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去东帝文进行维稳, 让东帝文从印尼的控制中脱离出来。 但当时的印尼有着美国在背后做考栅, 一直不具其他国家的指责和批评。 可是, 美国毕竟在当时和澳大利亚是有盟友关系。 美国认为, 因为这种事情和澳大利亚闹得不愉快, 自然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情。 所以, 美国自然停止了对印尼的帮助, 并且要求印尼停止在东帝文内部进行的破坏。 由于幕后推手的美国都放弃了, 作为小弟的印尼自然不敢再多胜是非, 东帝文才得以成功独立出来。 因为在澳大利亚和印尼之间隔着一个帝文海, 其中有着丰富的油气资源, 本来两国之间因为帝文海的划分就争端不断。 现在, 再加上一个东帝文来瓜分帝文海, 更是难以解决。 三个国家面对这个巨大的利益重叠都有着各自的说辞。 澳大利亚主张大陆家的瓜分原则, 认为帝文海大部分应属于自己, 而印尼和东帝文则主张中间线, 三者一直没有达成一致一见。 直至国际仲裁法院进行裁决之后, 才真正确定了三个国家之间的油气田的划定界限。 但是, 三个国家的海洋界限却直到现在也没有明确。 2002年10月12日, 在印尼巴厘岛发生了一起由恐怖组织密谋的恶性事件。 而当时澳大利亚人一向喜欢去巴厘岛旅游, 因为商务和其他事情待在巴厘岛的澳大利亚人也很多。 原本当这种事件发生的时候, 澳大利亚应该和更多国家团结起来, 借此改变以前不好的关系状态。 但事情却并非如此, 在事情爆发之初, 澳大利亚的相关部门还和印尼紧密合作。 但澳大利亚的强烈反应引起了印尼的强烈不满, 双方关系再度恶化。 再之后, 与金边举行的东盟非正式首脑会议期间, 澳大利亚正式申请东盟首脑会议对话伙伴国席位, 但与澳大利亚关系向来不好的印尼再次投出了反对票。 而澳大利亚却以东南亚地区的反恐需要提出要推行先发制人战略, 派出部队前往东南亚参与反恐斗争。 这些都严重恶化了澳大利亚与印尼之间的关系。 而在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上, 印尼最先构建了一批柴电潜艇, 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和不安。 印尼这么大规模的采购潜艇早已超出了海岸巡逻和打击海盗的范围。 对于其他国家的询问, 印尼也只是回答用于保护商船和海上交通线。 这样的大规模潜艇构建也引发了澳大利亚的担心。 澳大利亚历来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视为最大潜在对手。 作为回应, 这些年一直保持经济向好发展的澳大利亚 也制定了一系列军备扩充计划。 澳大利亚的皇家海军除了从西班牙纳凡蒂亚造船公司 采购三艘霍巴特级防空驱逐舰和两艘堪培拉级两栖攻击舰外, 还计划对现有潜艇进行上级, 使澳大利亚的皇家海军从现有舰队变为增强舰队或未来舰队。 这使得印尼海军的主要指挥官更是公开表示, 现代化的澳海军已成为对东南亚国家影响最大的武装力量。 从最初的支持印尼独立到后面70多年来的恩怨九个, 澳大利亚和印尼不仅仅是伙伴、是邻居, 也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为了土地、资源、军备竞赛进行各种方式的竞争, 所以印尼自然是不会看着澳大利亚拥有未来潜艇, 也会大力进行自己在海军方面的建设等一系列军备竞赛。 对于未来,澳大利亚与印尼也可能会在海上监视、搜救等方面进行深化合作。 印尼在南海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接待澳大利亚的海军部队进行演习和联合巡逻。 这将有可能加强双方对于群岛海域和流域通路的控制和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合作。 在部分澳大利亚的强硬人士眼中,只有把印尼这个国家消灭了, 才有可能保证澳大利亚北部的安全。 印尼国内的分离势力中似乎总有着澳大利亚的影子, 而对于双方的关系究竟走向何方,还有待继续观察。 这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本账号,继续带你观察这个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